我一直认为这种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是一种认知障碍 它不是性格也不是情绪 这种认知障碍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从小受到教育里面是 女应该主内 男应该主外 就是女人应该回归家庭 女人不应该有太出色 女人不应该在外面太多的抛头露脸 这是一个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就是他从小接触到认知 这种认知已经被强化了 所以形成了一种认知障碍 这种认知障碍会让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 让你很不开心的那种言论 他和他抱脾其实是两件事情 情绪不受控是情绪不受控的问题 认知障碍是认知障碍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是 情绪不受控这件事情 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但认知障碍这件事情 就是他强烈大男子主义认知障碍这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你能够真正地意识到女人是很厉害的 你能够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很可能 在很多地方是女性做主的 你能够接受这一点 去拓展你的认知边界 你才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她有对你好的一面 是吧 这我相信 其实她是想的 我相信 这才能够来的 我相信 你也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我也能够接受你 gagam的 但我准备的 你不过有认识的 就像一样 你不过有认识的 你不过有病 那么有啊 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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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